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5日 没办法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这里 而且又说一下影保的事情 卫尔影宝最近这一两天他去街市拍摄的好像不是很顺利 还有即将来的他不知道搞什么 就说安心出行 他现在在研究比较上年长的或者幼童 入食肆的话就免除这个安心出行数码 如果是这样又说派手机又成啦 什么都好啦 那你是为了什么搞这个东西的 老人传播链那里才最厉害 有什么理由反而你幼童就算啦 我觉得那些年轻没什么的 但是那是怎样的 我妈妈爸爸那些如果要入街市 照着个十文仔十文女 照着个乖孙子 乖孙子就不用数码 哦 跟着父母就要数码这样 这么复杂的吗 那还有你是在那里说因为要安心 所以就需要清一色滑分 然后有起事上来 你的objective 你跟我说你的目的 是为了令到这个 袁国勇教授所说的那些 共产教授袁国勇 就是说要无所遁形 所有的人都在严密的监控里面 喂 既然如是有什么理由啊 长者幼儿可以豁免才行的 就是他们特别不会catch这种东西吗 不是嘛 你一是一开始就不要搞 搞完之后又这个豁免又那个豁免 还有这样就是接购到年龄的差别待遇 就是怎么样啊 现在20至60岁那些就需要数码 你不排除20至60岁那些可以没有手机的 那又是怎样呢 他这个政策袍一开头啊 他就假设全民都有手机先 第一样东西 他又不全民派手机那里衰 痴其一者其二者了 他政策出得来 都过了一个月时间差不多了 我相信 第一 那些店主呢 就不知道熬不熬到这么久了 是不是 第二 那些人都摸熟了那些洞路 知道哪里呢 可以有送埋了 第三 你既然呢 就说年长人士 或者是生蚊仔 那就可以免除这个安心数码嘛 那很简单啦 大家 家里 叫爸爸妈 又或者 那些子女 年长少少那些 懂得买菜那些 叫他们去咯 送好 大条道理 你不需要数码哦 我们需要哦 你帮我入街市网一下啦 你买完几天送回来 那就不用整天数码各样 又或者不用整天腾咯 否则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整天腾那些 那当然呢 就请令尊 令售糖去买的啦 不是哦 他们行动不方便哦 行动不方便 都没办法的啦 你拿着个安心出行 不是更不方便 所以叫那些老人家 动住个拐杖去啦 对的啦 那这儿 所谓强制的安心出行 就抗治所有 599F规管 的18类处所 那就会在下星期四 也就是12月9号 全面实施那样 而有些人是可以获得豁免哦 那还有sorry 就不是街市 原来他是在说食肆的 就是如果你想吃饭各样呢 就叫那些年长人士 买定外卖咯 他们进去的时候 不需要数码的嘛 还是有没有朋友仔 告诉我听 你现在通常都是买外卖的啦 你不会堂食的嘛 堂食那么危险 对吧 又要你数码又成 万一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拎了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攻回的啦 知不知为什么没有攻回 人家银行那边 一个机组人员有事而已 整对捉鬼了去旁边 在捉稿那里品尝一些美食 有很多人都试过的啦 不要说 叫你检测各样啦 所以就说 去到英国 你至少有得选 有得选什么呀 虽然他的医疗系统呢 你中了招之后呢 他通常都是叫你休息一下 在家里 除非呀 你很有必需啦 有很多人休息一下 当是感冒的 那几天都回不了工的 我见很多人要休息几天 都厉害的 都厉害的 还有那些 臭角呢 逐步呀 知道数据啦 有很多都说 对呀 会丧失一段时间的 然后慢慢闻回东西咯 哇 都挺厉害的 这件事 那多些调理一下啦 没办法的 跟着那些指示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下那些 lectural recipe 啦 意然疗法 那些 还好过他那些 科学家说的那些 医学家 他不说你听的喔 怎样去医 都收埋埋埋 好像专利一样的 查实医媒辉素 和那些HCQ 金鸡立商的嘛 一早就已经说 是能够有效 降低一些重症各样的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啊 处方药哦 所以啊 美国有人 甚至乎打官司 就需要 那个医院那里呢 批这只药 给他父亲用 已经是很牙烟的啦 那时候 哇 要fight for the medicine 你自己承担的 都不行 直到法院办令的时候 才可以 使用到那只 能能可贵 其实很便宜的 是不是令到那些药厂没有生意 所以不让你用啊 这么贵 现在 都说过了 你那只 金鸡立商 差失 就没什么 died effect 而且最重要是便宜的嘛 如果一早大规模使用的时候 就不会有事啦 但是他竟然 出那么多那些医学 将老各样 就说没用的 没用我照吃得不行 豈有此理 维他命斯怎么没用呢 哎 不要说了 那不是 可能禁锁你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混行 好了 那即是纠正一样东西先 刚才说的那个街市那样东西 就不是豁免的 他未豁免到 现在是在说加强 就不要说豁免 搞到我误会了 是在说加强 食肆都需要 那行了 大条道理了 以后不需要和爸爸妈妈喝茶的啦 不需要带小孩儿子去喝茶的啦 原因很简单 那么麻烦 又要掃这样掃那样 甚至乎 有机会上不了工哦 所以很简单啦 想环保都不行 你就打个电话 去那些食肆里 然后跟他说 我要什么 哇 一等一啊 贴心服务啊 我以前都是这样搞的 打个电话过去 叫他不要加弦 最好呢 就有个Whatsapp 不用烦了嘛 跟着下了个单 叫他炒定些什么各样 我就一早就说了 给食肆 他们又不听哦 我说按金制嘛 那个熟客各样啦 你会员制的 放下100-200元 然后啊 一定不会走售啦 下了命令就要应投了 那之后啦 你走了那个命令之后 那个人一下去 就立刻拿咯 或者你叫员工拿给他 那个外卖 没人做 那就抵了 今时今日好咯 哼 就是我没什么所谓的 我最喜欢就是 我们叫Saver 世味品尝 看一看 不离醒目 好了 那人家 那当然啦 他们大安子义嘛 不会的 他不会强推的 凭什么这么有自信的 这么有趣的 讲了整年了 那你大安子义 那些东西 来到埋伤的时候 那自己吃啦 是吧 经常想这些东西 就没想怎样应对 那当然啦 我都说过 这些是权而之计的 扯战就扯退 就不会在那里 乱斩 就是乱斩的 除了自己盘生意 还有乱斩的旧客 乱斩很多东西的 很多人 就不懂得断捨 来 那话说啦 就是影簿去拍那些街市各样 为什么那些人有文长文短呢 很简单 哇 等于人家都已经 整条鱼呀 没有水呀 在那摸摸摸摸摸摸 虽然我是很赞成这些纪录片的 因为纪录片是最真实的嘛 你是最RAW的那样 将那些原材料 直接地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也就是直播啦 Live啦 我就很喜欢看这些的 但是人家呢 就已经是 你说我没有同理心各样啊 那没办法的咯 你是人在屋蟬下嘛 不过你低头都没用的咯 搞错了啦 唯有责怪你的客人咯 干嘛不肯 掃那个安心出行马 我都是这样说的 留在香港你就预了 他是会监控的嘛 既然是这样啦 为什么呢 你想想 香港有800万人 又怎会轮到你才行的啊 你就让他看咯 即使 Happy8那些 和Happy姐那些照片各样 别人拿了来 都不会用的嘛 当他还没需要钱的时候 那你就死云敌一番 五亿凡一番 似乎什么时候 就轮到你的 排队啊 食卫谷回复啊 那就回复这个明报 就指啊 一直鼓励市民 在可行下 不可行啊 我不懂用手机的 那部手机只有Memory 不好意思 我用那些大哥大的 Anyway 就尽量使用安心出行 啊 今时今日我都不懂用的 没用过啊 我最多呢 就填过一次纸这么大把 其余的时间啊 不好意思 我真的叫外卖的 啃面包咯 是不是这么说 好了 那说回影簿 为什么这么不成功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街市里面的小伙子怒咯 已经是尼流之際了 啊 你还拍些拍路的时候啊 人家当然 就不想给你看的啦 那跟着那千言万语 我想就 无需 我继续讲的啦 而最奇葩的就是啊 在那个中数越来越少底下 又港康马 又安心出行 那这些是不是真的奇葩啊 我想三岁小孩都会问 为什么无故要数码呢 好像说要BB仔数 有人说 对吧 那向好那方面想 我们经常宣传 饱满感 幸福感 莫得感的嘛 他都没搞到那些BB仔 痴其一者 其二者啦 他都是要你数个码而已 你平时不用手机的 不同人联系的 没有社交媒体的 那相信啦 咦 他就想做到这样咯 那就是左手不知右手事 令到市民昏奔就离息 想做什么都做不到啦 哦 原来是这样的目的啊 都不要紧要 至少好过这个 共产教授袁国勇的嘛 到时他说要98% 或者99% 加入全真教 他才知道 但是他要求那样东西 没有人需要啊 他说打开关口嘛 又7月14了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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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guro 头 走 最后